这两天举国都在关注上海疫情形势 各地紧急驰援上海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和值得警惕的现象 一种是网络上的各种带节奏 有这么几个情况 表面上批评上海疫情防控不严 实际上是在整个抹黑上海 否定上海 考虑到大国金融博弈和上海的金融地位 这种抹黑和否定就非同寻常 还有就是各种山呼海啸的批评和带节奏 对上海干部和防疫人员的心理 也是巨大的压力和冲击 必然影响整个防疫工作 防疫就是战场 枪声一响 应该集中全力消灭疫情 这个时候带节奏就是在影响军心 张冠李戴 比如有个广为流传的视频 说上海网友爆料 全小区居民都在居家隔离 但外国人却可以在小区广场打球 评论区一贴一份填膺 说着很上海 后来视频发布平台官方辟谣 说视频拍摄的根本不在上海 打球的也不是外国人 类似的视频和消息还有很多 不一一夜举了 还有昨天传的沸沸扬扬的保卫冰冰事件 又是引起轩然大波和网民的义愤 其实该事件并非最近发生的 却突然上了热搜 本身就很蹊跷 如果查一下这些带节奏内容的来源地 我估计很大可能是东南某小岛和境外 还有西方媒体的幸灾乐祸 上海疫情形势严峻 最兴奋的是西方世界 他们发布的上海疫情失控 准确的说 发布的整个中国的疫情失控 正面搞不过我们 只有指望疫情冲垮我们 清零和共存 绝不仅仅是两种防疫模式的区别 如果认为他们攻击我们的清零 只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就太幼稚了 只有在各种压力和忽悠下 迫使我们放弃清零 才能达到他们的终极目的 西方媒体也是极尽全力抹黑我们的防疫政策 近期 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 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中国追求清零将把国家置于灾难之中 环黑白处理了北京一处核酸检测的照片 试图营造一种中国陌路的氛围 彭博社也撰写了一篇社论 中国应该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 西方媒体发声后 网络水军和部分意见领袖 开始积极呼应 摇唇骨舌 一时间不少吃瓜群众居然倾向于共存论 好在决策层是清醒坚定的 昨天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再次明确 我们将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一个意思 对待上海批评归批评 但我们还是要共同守护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因为西方正幸灾乐祸呢 我们要分清内部矛盾 与我矛盾孰倾孰众 不要被带节奏 别让情绪蒙住眼情 变成我们最鄙视的递刀子的人 当然 很多网友对上海的批评和嘲讽 也很可以理解 毕竟因为上海防疫不严 造成了感染者外溢 给其他地区添了麻烦 还有不排除基层存在一些 对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做法 目前上海最好的办法是 所有人要一视同仁 尽量不给人挑起矛盾 带节奏的机会和借口 越是非常时期 中华儿女越要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现在整个西方世界 都在等着看上海的笑话 看中国的笑话 他们发布的2020年初的严峻形势在线 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有大局意识 警惕意识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 上海加油 中国加油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 欢迎下次光临 请您动动 您可爱的小手指 帮忙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会